沙家是沙家手下第一个摩拳打手 小爱来教皇听 人民好下属 教皇好打手 初来拦截 忠诚如迪斯阿波都没如此待遇 为什么 因为人民好下属 教皇好打手是摩拳患者 此时沙家一直闭眼 甚至被鸡晕都没开眼 简直就是毫无一心的中南海保镖 不睁眼是红眼怪 不幸小爱沦为第二个 众魔拳数年的沙家空虚寂寞 常常一吟自己为神 不是仓物 远在东边的穆大神知道教皇邪恶的 身体一动不动 老得快糊涂的童狐 表示教皇不是正义的 就连黄金垫底的阿波迪斯都知道教皇伪装的 我们的教皇好打手 沙尔表示 教皇十三年善良的 不好意思 魔拳折磨沙尔十三年了 沙家在沙家面前和心中就是神的化身 领导好保镖 我不 在沙尔的世界教神的好保镖 自封最接近神的人 沙家自以为是神佛 要人下跪 吃到一挥出现 沙家魔拳才解掉 大家都知道 挥洒魔拳能抵消 沙家才顺利从教皇好打手位置上辞职 一改邪恶的嘴脸 放弃邪恶表面 开始伪善起来 但是长达数年的魔拳的后遗症 沙家还是以为神 其实神就在身边 常幻想与佛对话 以为达到神境界 加上雅典那亲民 不像死睡 是手下为蝼蚁 自以为成神等级 拿枪指哈迪斯 结果哈迪斯不秒我们沙儿 叹息让沙明白 现实让沙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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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